从那下面一路沿着河床爬上来 目标是那边 沿着河床走到这边了 前方 沿着河床一直到这里 现在爬着陡坡 我一开始以为是这边 没想到是往这边走 搞错地方了 休息一下 你前方要被赚钱 祝福了自己 从那下面爬上来的 是的 你说的对 吴朵掉在下面了 等下回去回程的时候 远路返回要去捡 这边都能看到县城 那个地方 港八县 然后往这后面 那是干城张家 那边是尼泊尔 这边是西津 好 现在已经到木谷龙措边上 然后沿着这个山路往下走 沿着那个地方 然后从那边爬上去 应该可以近距离接触冰川 应该往右手边走 没有路下山 所以我们沿着这个小缓坡 Z字行 走到最下面来 然后从那里下去 然后再慢慢爬上去 前面非常陡峭 前面走俩 从这个地方 Z字下山 但回去的时候 就从这个河床边上来 绕到那边去 从那边再绕过来 远路返回 天上飘起了小雨 整个艰苦的行径 你状态也太那么好了 还准复 好 这边有点难爬 可以下去 我下去吧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过 从这里过稍微舒服一点 别太下面 等一下还要爬回来的 就能走就行了 因为我们是要从这边的 这个山谷往上走 还好雨没下大 要不然这是有够呛的 我这鞋子有点特写 给我的鞋子有点特写 和裤子 脏了一笔 哇 看这位帅哥 还有掉东西的 我只是在一起 再看 就能装上 我 对 要不容易 就能装上 到那边 对 我 看到 你们 我一不满意的点就是这个山脊的石头有点滑 但是硬路面那可以踩的快很多 可以走的快很多 沿到这边上 沿到这边上 这边注意点有点滑 这边注意点 妈的看这家伙生活 这边在这边上 好 哇 可憐不死 靠北 现在这边雨又小了很多了 云开雾散 是太阳了 现在湖泊应该是特别好看的 爬完之后的小山包包 就能看到湖了 湖上面还有印度的米兰风 Midland Peak 这一路上都没有看到满一堆 就在那边的山包包上 才看到一个 估计牧民可能又不常往这里跑 他们都去亚拉错 或者压热错那边 有点窜 不得了 这边呢 这边的 我慢慢抹雨 走到上面我再拍 停掉 到了到了 看看这个湖泊 冰川 这也真的没满一堆 我靠 一个人没有 再看看上面下山可以走过去 最好的方法是从这里下山 沿着湖面走 最保险 你可以在这边看看 可以沿着前面 前面的小山坡坡下去 可以上冰川 从这边上好一点 比那边好一点 哎呀 哎呀 家人们继续往下 把这个小斜坡斜过去 一路能到冰川底下 这边的土就不像旁边那么松了 拆起来OK 下山的时候 踩稳一点哦 哦呀 哦呀 OK OK 等下回去的时候 沿着湖泊那边 一直走平路回去 啊 这边还是 这边还是 那边 那边挺多的 踩这两个石头 哦 嗯 那边 那边 有点 快 那边 那边 也 一边 那边 那边 一边 到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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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前面从哪边下 直接从这里沉就行 下面可以沿枝字形象从这边下到湖面 还是有那么点陡的 卧槽 这还是有那么点陡的 没事 就从这里整下来 从这里下就好很多了 你等我先下一下 要么等一下掉石头 OK下来吧 从这里下来 嫉妒一下 这帅哥的 像三只鲁 有点像猴 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OK OK 刺激吧 太爽了是不是 爽爆了 走在边上舒服多了吧 不用沿着 啥 走的时候注意点上面了 哦 上面是吧 走的时候注意点上面 哦 上面是吧 对 塔黄 不向井 有点 有点 走 走 有点 有点 游泳 最后 有点 好呀 休息一下 我说我买了保险 我也先笑死了 我再说你那收益还是写 研究要写上我 哈哈 清洁果然是清洁 我说他会这样说 他说明是纯清洁 你可以试试 应该是淡的吧 直接从冰川下面流的一般都是淡水 哦 风有点大 我靠着穿衣服的 继续继续 走到湖的一大半了 爬完前面那个小山包包就差不多了 与水滑 九座 哦 四平 之后 说预算 我对什么 我对你来说 你来说很搞的 咱们来说 咱们来っていう 咱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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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越接近冰川 风越大 一路上踩这种碎石头路 烦得一笔 最讨厌这种石头路了 好 好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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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终于可以绕过那个土坡坡了 休息一下累死我了 哎呀看看我的丑脸 哎呀太累了 熊鸣 哎呀 老师 老师 语 语 我看你 我先走了 我去找你 还有差不多 才有六百七八百米 有点累 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吧 快到了 这里的石头 有很多像 雅鲁藏布那边的蛇纹石 也就是藏玉椅 应该都是经过相同的 地质活动 所以才产生了同样的东西 看着挺近 还是有那么点远的 这边要是塌坊塌下来 不得了 开始爬土坡坡了 啊 还是有点喘动 有点累 冰川近在咫尺 旁边还送了个瀑布 走到前面看一下要怎么上 要爬到那个土堆上 石头堆上 也是有点难的 选一下路 可以从边上这走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下 太好看了 冰川流下来的都是泥巴水 我们要找地方过河 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哇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这感想够简单够直接 你看前面 前面下雨了 现在要回头上一下 让我干的那个河 嗯 哎呀 爬过前面那个蹭蹭 就摸到冰了 绝对淡的 你不信你舔一口 是吧 是吧 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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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也行 还可以 注意别滑了 啥 手走进去滑 我喘一下我累 我也觉得喘一下了 有点涮头了 还有能照 打个卡 记录你的英勇生姿 小心啊 我的石头会装 ok ok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掉下来没事 您要看点哦 好 哦 哦呀 哦呀 啊 看来还有多远 哎呀 妈呀 走不动了 我靠 毁灭吧 哦 大了大了 啊 啊 啊 超远很大 哎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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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人可以帮我拍照片了 拍我摸冰墙的照片 卧槽 这他妈也拍了 像怪兽一样是吧 啊 整整整上去 看两个照片打卡就行了 整上去再整 再拍 哦 天上飘雨了 我看 还有两滴 哇操 哇操 啊 你看我去 可以从这边跳过去 从这边跳过去 这边摸那个 摸那个冰墙 好一点 不太好跳啊 有登山上还好跳一点 好 大家看看 我看他还要看到 我看他按摸那个温暗 好 啊 好 谢谢 好 厨重 好 厨重 好 我看他 好 我看他 好 厨重 要想想看从哪里过河 从那里 从这边的话只能爬到这上面 从这边过河是最好 但是可能要丢点大石头 先丢点大石头照个路吧 这里的水很薄 诶 你们可以先到那里 哪个 再过去吗 可以 OK 我觉得两边的感觉绝对不一样 OK OK 你看这里还有个龙洞 冰洞不要太进去就稍微晚 来看一下那个地面是什么地面吧 如果是冰面的话就不在那里拍了 如果不是冰面是那种土面 那种石头面 就进去里面拍两张也没问题 哇 是石头 是石头 这里上不去 要上去就往那边上 你要去坐在里面可以 到这里爬 可以 你过点 走开脚就往那边 才可以上 可以走到那里 那里呢 哈哈哈 太稳了 来 你可以摸一摸这一面的冰桥 我说你可以摸一摸这一面的冰桥 OK 好 Woohoo! 哇操 真的可以摸到 是吧 这太酷了 赶紧先拍个视频 哇操 哎呀 这应该差不多就是终点了 就终点了